财主和拉萨路 尔萨用许多故事来教导众人 这就是其中一个 有一个财主 身穿最昂贵的衣服 天天奢华艳乐 又有一个乞丐 名叫拉萨路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好让他得财主桌子上 掉下来的零碎冲击 乞丐拉萨路身体有病 他满身是窗 由狗来舔他的窗 后来乞丐死了 被天仙送到伊布拉辛那里 那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不过他却到了火域 受痛苦 财主举目 远远望见伊布拉辛 和他身旁的拉萨路 就喊着说 我主伊布拉辛啊 可怜我吧 打发拉萨路 来用指头沾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吧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 非常痛苦 伊布拉辛说 孩子啊 你应该回想 你生前想过福 同样的 拉萨路受过苦 现在 他在我这里得安慰 你却要受苦了 不但这样 我们与你们之间 有深渊隔开 想从这边 过到你们那里 是不可能的 从那边 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可能的 那人说 我主 那么求你 差遣拉萨路 到我家里去 因为 我有五个兄弟 他可以警告他们 免得 他们也到这 受苦的地方来 伊布拉辛说 你的兄弟 有穆萨和先知 可以听从 他们 应该谨慎 聆听先知的话 财主说 这是不够的 我主伊布拉辛啊 如果有人 从死人中复活 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必定会悔改 伊布拉辛说 如果他们不听从 穆萨和先知 就算 有一个从死人中 复活的人 他们 也不会 接受 劝告 天地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